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来聊聊乾隆下江南 这个下江南啊就四处去南巡东巡什么这种事 其实康熙朝的时候就没少干 但是呢到雍正的时候 这给断了 这雍正啊不喜欢出去 是个标准的宅男 天天就窝在这紫禁城里 玩命的工作 所以他管他下面这些皇子们呢 比如乾隆也不让出去 你就在皇宫里边使劲读书吧 做一个皇宫做提家 每天做十套卷子做去吧 这样把乾隆给憋坏了 乾隆觉得呀 好男儿志在四方 好皇上呢更是 你管这么大个国家 你得全国到处你去巡视啊 你得看看 那要有仗打 你要御驾亲征啊 是不是 这样呢 等到了乾隆登基之后 哎 这憋的这激情 可算是可以释放 于是呢 乾隆开始 报复性的旅游 都去哪了呢 东西南北哪都去 南巡 六次下江南 然后呢 东巡 去了八次 东巡去哪 一般就是山东 去泰山 去屈服 孔庙 还有呢 北巡 往北边去圣经 去了四次 还有西巡 西边去哪呢 去山西啊 去河南等等 西边去了五次 另外呢 近点的地方呢 像什么 木兰围场去打猎了 白杨殿了 东西陵了 这地方去的 那就不计其数了 咱们今天呢 重点要讲乾隆 南巡 这南巡 下江南啊 现在我们一听 感觉这皇上 这就是玩去了 是吧 体验一下 当地的风土人情 但是在乾隆看来呢 这个 这是一件 正经的工作 还是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 乾隆自己说 与林玉五十年 反举二大事 一跃西施 一跃南巡 朕呢 干的最重要的 两件大事 一个是西施 就是西征 西北用兵 咱们前面讲过了 另外一个 就是南巡 乾隆朝的这个南巡呢 是从乾隆十六年开始的 为什么要去南巡呢 乾隆自己啊 总结了这么几个原因 头一个 镇着啊 是被逼的 有人非要我去 谁呢 就是江南的这些都府 这些都府啊 老跟镇上奏 说呢 该省的身旗世树 忘信信音 就当地的百姓啊 官员啊 士绅啊 社会各界人士 天天都盼望着 朕能够临兴江南 哎 盼望着能一睹天眼 哎呀 急得都不行了啊 这些大臣们呢 屡次和词奏行 老叫朕去 啊 这个哭天寒地的 你说朕呢 朕又这么的平易近人 是吧 朕没不拿那皇上的架子 不会拒绝啊 所以呢 朕就去了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学我爷爷 啊 我爷爷 圣祖仁皇帝 康熙 就曾经六巡江浙 所以呢 我也得来个六下江南 第三个原因呢 是朕啊 心里实在是 放心不下江南的百姓 啊 这江左地区呢 地广人愁 朕诉所紧念 当地的百姓 当地的戎政啊 河务啊 海房啊 还有驴炎疾苦 这都怎么样啊 朕放心不下 当地的这个孩子们 有没有健康的成长啊 老人们有没有安度晚年啊 趁心里边一直惦记着 那不得去看看吗 再有下一个 孝顺我妈 什么意思呢 朕屡次啊 就读这个圣祖实录 就是我爷爷那一朝的事 发现我爷爷当时难寻的 不是一个人去的 公是皇太后鸾鱼 带着我爷爷他妈 我祖奶奶 带着我们老祖去的 去了之后啊 哎呀 江南的百姓是 辅老邪幼 夹道欢迎 争相的歌颂 天家孝德 你看看人家皇上 是吧 日历万机 还知道孝顺母亲 带着母亲来江南游览 朕每次看到这里啊 心甚目焉 朕特别羡慕啊 这我妈也得跟我们祖奶奶一样 也得去江南旅游 不能亏待了我妈 所以呢 这难寻之举 朕就定在乾隆十六年 乾隆十六年 正好是圣母六寻万寿 我妈六十大寿 带着她到江南 好好玩一玩 痛快痛快啊 朕寻幸所至 西奉圣母皇太后游赏 朕走到哪里 就要带着我妈去到哪里 俗话说啊 这江南名胜贾天下 不是桂林山水贾天下吗 不管那个 朕要去江南 就说江南是贾天下 到时候啊 朕亲自侍奉着母亲的鸾鱼 我们一起呢 跳篮山川之家秀 民物之丰美 俩足以愚畅慈怀 我妈到时候看了 一定高兴 心里边痛快 就更长寿了 这是天下 万民之福啊 刚才咱们念的呢 都是乾隆寓志里的原文 说为什么要去南巡 这话呢 说的没错 可是这是明面上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层原因 乾隆为什么这么多次 要去南巡呢 因为这江浙地位太关键了 这南巡主要去江南 叫江苏和浙江两个省 这两个省啊 为什么说他们地位关键呢 这两个省有三大 哪三大呢 头一个是贡献大 咱们按照今天的行政区画 今天这个地图让大伙看 江苏省占地面积是10.72万平方公里 浙江省呢 比它稍微小点 10.55万平方公里 这两个省加起来20多万 咱们国家国土面积多大 大伙都背过了 960万 这两个省加起来啊 占全国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点几 可是呢 在当时上交的付税 占的比例相当大 这大清国当时是农业国嘛 所以第一大收入就是填富 这填富又分两种 有富银有富粮 就是有交银子的 有交粮食的 这个浙江跟江苏两个省 合起来缴纳的付税 富银占了全国的29% 富粮占了全国的38% 这比例相当大 另外呢 第二大收入 朝廷的第二大税收是严克 就是智严啊 范严啊 要交的这税收 这个呢 江浙两省加起来 比例占了全国的68% 另外呢 当时京城吃粮食 从哪来用大运河 往京城水运运粮食 这叫草粮 江浙两省提供的草粮 占了全国的64% 再下一个 除了贡献大 这个地方啊 还有一大师 学问大 这两个省啊 读书人 读书的人数众多 另外呢 成绩还特别好 啊 咱们 说一个指标吧 这读书干嘛 不是科举考状元吗 咱就说一个状元占有率 比如说啊 顺治朝的时候 一共出了八位状元 搞了八回科举 其中有六位 是这两个省的 这状元占有率 百分之七十五 再到康熙朝 一共出了二十一位状元 有二十位都是江浙的 状元占有率 百分之九十五点二十四 再到雍正朝 五位状元 有四位 这两个地方 占比百分之八十 乾隆朝呢 一共出了二十七位状元 有二十一位 都是这两个地方 占比百分之七十七点七八 这也相当恐怖了 剩下的几位 有这个安徽的 这时候开始发力了 这个 你看咱们今天啊 你要高考 你考上状元了 那呢 你能上一个好大学 将来呢 有好的前程 那个时候呢 考上了状元 那就直接当官了 除了状元呢 人家学习这么好 剩下的什么榜眼 叹花 普通的进士 占比也非常大 所以呢 就这样 江浙一带 向朝廷输送了 大量的官员 整个清朝的这个文官体系里边 遍布着江浙籍的官员 这对整个清朝的朝政 都影响巨大 下面第三大 危险大 怎么这么危险呢 你看这个地方啊 读书的人多 当官的人也多 偏偏呢 反清复明的思想还最严重 所以呢 乾隆在这个地方啊 搞了好多起的文字欲 这个咱们后边会详细的讲 有了这三大 大伙想想 你要是乾隆 你也得时不时的去江南看看 请不吝点赞来一下